面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选高筋粉 这样做出的面条才会更轻道 首先我们是备选两斤的面粉 加一斤的水,这样就和成面团 和面的时候一定要和得软硬适中,不能太硬 太硬的话到时候洗面的时候很麻烦 就是洗不干净 洗的就是那个面团里面有些硬割的 对于我们做干面皮有很大影响 就是那个湖面的时候我们先一点一点加水 就是让这个面充分的都吃上水 到时候在我们湖面的时候就会更容易 也会是面糊的那个更劲道 大家注意一下 看一下我和面的手法 就是用手去抓面 就是尽可能把干面往那个面团里面抓 这样就是和面的速度就会加快 你看这个是已经和了 已经不像这个面团和的已经比较光滑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力去揉搓 只有把面团揉搓的比较光滑的时候 它面才不会在洗面的时候出现硬疙瘩 可能有些人在第一次制作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下一次在揉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现在面团已经比较光滑了 我们可以先让它醒发一段时间 醒发半个小时吧 醒发半个小时 醒发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进行第二次揉面 这时候面已经开始面已经比较柔韧了 就是是比第一次揉面的时候 感觉它那个面比较柔比较滑 就说明那个面已经比较 整个面粉已经比较吃水比较均匀了 在我们醒的时候 它不会有那种硬面疙瘩 就是那种硬心的出现 不过第二次我们演下去 就是揉面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用力 就是用力的揉搓 这样才会保证面 揉搓的面比较光滑 下来我们就是倒水 用水去淹没整个面团 让整个面团在水里面泡发三个小时 这样就注意我们等下一步的洗面 就是让整个面团浸入水中就行 就是用双手把这个面团 现在已经当小时候过去了 现在我们用手抓面 它已经面就非常柔软了 非常爽滑 因为它整个面在两次揉搓之后 再加上半个小时的水的浸泡 它整个面团已经比较柔韧 比较光滑 我们用双手去抓它 就是我们在洗面的时候 就是看我的手法是双手去抓它 就是五指伸开 用手去不断的抓 不断的揉搓 这样就是水慢慢慢慢就会变得红浊 一般洗面我们要进行三到四次 现在你看那个面团已经开始变得比较散了 但面水已经变得比较白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面水倒到另外一个盆子里面 我们要准备一个盆子就是把洗好的面水倒入另外一个盆子里面 就是可能 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法 就是伸开五指 就是用用五指去抓它 让面团从纸分里面挤出 这样就是装面的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我给大家就是播的时间比较长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下我的手法 就是说是看 因为洗面是整个制作干面皮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如果面洗不好的话 往后做都很难做出有韧性的干面皮 好了 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开始换水 因为再洗就吸不动了 换清水再第二次清洗 把面水吸好的面水倒入另外一个盆子里面 大家记住不要把那个盆里面的面团 倒到这个盆子里面 免得我们多一次过滤的数学 现在我们把第二次洗面就是把那个清水倒入 第二次倒入清水洗面 这是我们那个装面 装那个面团 它这个手感已经是比较有带劲了 就是你看 它那个面 现在已经基本上浇面筋了 它的面筋都会从那个手指缝里面挤出 我们就要用使劲去抓它 首先有一个收拢的动作 将整个盆里面的面筋收拢在一起 再进行抓它 再进行抓 大家就是用这种说法 多看几次多练几次 基本上很快就会掌握 不过一种擅长 洗面这是一个漫画 所以说大家在熄灭的过程中 一定不能心急 就是要一遍一遍的反复的抓面 这样才能把 才能洗出更好的面筋跟面水 我们把第二次洗好的面水倒入喷中 进行第三次的洗面 第三次洗面 手感明显会更进一步的 感觉面筋比较近 就是已经很有劲了 我们就开始用揉搓的方式进行 洗面 再记得在洗面的过程中 一定要动作慢 免得把面水挤出来 进到周围 现在我们就要用双手去收拢整个喷底散的面筋 慢慢来收拢收拢到最后 它就会整个面筋都会集成一团 就是我们基本上洗的差不多了 现在你看 头的面筋都已经成一团了 就是我们基本上洗的差不多了 departed 尽文在到阶本节 我们把这洗好的面倒入盆中 也就是第三次洗面已经结束 你看现在那个整个面筋已经修成一套 现在你看这个面筋它都可以用手抓起来 现在我们就是把洗面筋的方法要变成就是说 翻面也是不停的翻面 翻面的话这样更有助于面筋成团 也有助于面筋许的更努力 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法 这是双手抓住面筋往下翻 这样洗面筋更加光滑 不停的翻面 不停的翻几次以后在水里面浸泡一下 现在面筋已经比较光滑了 我们还要再做洗几次 它更光滑 现在 现在整个面积已经洗出来了 所以也比较轻 我们可以看一下 面积已经修成一条了 现在面积已经很柔很光滑 我们在饭着的时候 面积已经很柔的了 好了,面筋已经洗好了 我们现在找一个盆 把它醒发半个小时以后 就可以开始煮面筋了 将洗好的面水放在盆里面 精致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缠面筋 你看这面筋已经发了半个小时了 我们现在开始缠面筋 用手揪上一块 缠到双指上 在双指上缠绕 看我的说法 在双指上缠绕 缠绕到最后 大拇指一样 另一个大拇指一反过来 就是 拆好以后一反 看第二个 就是先拉长一点 拆了 拆了 拆到最后 把那个头压住 压住以后 我们用手把它一提 他们这一翻 哎 把那个外面翻出来 翻了一翻 就感觉 把它整个 呃 比较皱的东西 面都翻进去了 光滑的面都翻出来了 我们再做一个 拉长 第一步先拉长 第二步先 手夹住 给那个两个指头上缠 夹住 弹幕指跟他一下 加 夹住以后 我们就开始 缠 缠到最后 把那个弹幕 弹幕指压住 下一个手一掏 就掏出来了 掏面筋出来了 缠面筋 这个不求样子 就是说是 这 大概一缠 就行了 最主要的是 左面筋 看这没套 把它光滑到里面 套出来就行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比较大 也可以就是说是 这个东西不求规则 一掏掏出来 这种东西 就是大家多练几次 都会非常 都会非常娴熟的 我们查到五个面筋 看他现在手感已经非常 也是比较好的 现在我们开始 煮面筋 烧开一锅水 这水要烧开 直接就是 换紧放面筋 开始火不要关 就是大火 先放面筋 因为面筋放下去 如果火小的话 它容易粘 先用大火冲一下 面筋它就不会粘了 它那个面筋就不会粘了 我们用 找个筷子 就是开水的时候 找个筷子 用筷子 拨动一下 防止面筋的相互粘连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大火 因为我们要把面筋推起来 所以说是要让面筋漂浮起来 这个过程我们要 关注